新加坡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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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么熟悉的声音 Good morning 大家早上好 哇 今天天气还不错 这几天新加坡都在下雨 湿答答的 你看今天的天气 虽然看不到太阳 可是 今天天气应该是不错 哎呀 这个车呢 每次要天这个黑 那个机油 哎呦 欧洲车就是这样 不管是奥迪啊 兵力啊 兵力啊还是宝马 都有这个问题 今天呢在这边呢是悄悄打打 已经开始了 昨天已经开始了 今天是第二天吧 然后 好热啊 现在要上去 楼上 要走好远哦 好了现在我到了这间在 东部的 不是东部啦 北部的一间公寓 然后工人也是在这边 悄悄打打了 悄悄打打了 他以为我要下去 我刚刚上来还下去 你看地上已经铺好了那些 里面现在好乱 应该是打完仗 让我们进里面看一下 好 可以进来 哇塞 因为昨天他们已经敲了整个 整间 这边是厨房 厨房里面还有厕所 还有一些东西还没敲 然后再进来这里就是客厅了 客厅还不是很大 外面有个阳台啦 这边有个阳台 你看这个阳台 这阳台是灌过去后面 这边有一间房间 对 这边有个房间 然后房间出来 这边也是敲完了 你看整个全部换完 这边也是 这间也是全部拆完 里面 然后我们上二楼 二楼上来呢 左右手都是房间 左手边是主人房 然后这个主人房的话 你看他们也是在敲 在装 昨天敲完了整个 然后这里呢 敲了一个东西 下来了 这是主人房 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 那个阳台在外面 这个阳台是贯通的 你看 够大吧 阳台上面也是全部装换完 一定要换 换新的 然后这一间是一个小房间 然后这房间里面 还有一个厕所 这间还不错 因为主人房有自己本身的厕所 这间房间也是有自己本身的厕所 这间房间是稍微的有点小 可是还是ok的了 放一个床或者当做是 那个study room 读书间也是可以 可是在这阳台真的是够大 这里 你看 其实把它弄出来的话 整间房间都会很大 对吗 可是不行嘛 对面也是很多那些公寓 因为这边也是刚开始的第二天 敲敲打打 很多东西啊 现在才刚开始而已 希望等下到时候敲完打完 弄了才给你们看 那个之前跟之后 这间是一间pen house 楼上楼下 这边也是公用厕所 这个房间比楼上的房间还大 稍微的 阳台是稍微的小了一点 可是其实 我就觉得阳台根本的不需要嘛 以前刚建的时候 应该是把这个格起来 整个一个房间 稍微让房间会比较大一点 so我们现在是在这个 厨房里面 这边有一个房小房间 这个小房间是呢 当作是个储藏室 或者一个工人睡的地方 可是工人睡的地方 应该不够啊 对吗 太小了 其实 对吗 就是应该 当前一个储藏室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小的 所谓的阳台这样 放个洗衣机 都会放在这里 然后还有一个公用的小厕所 因为这里是厨房 这个厨房 有点小 然后你看 整个已经敲完了 他们也是 这间房子呢 这间房子呢 大概是1580平方尺 然后是楼上楼下 Penhouse来的 在总共有一二三间房间 有两个很大 两个那个阳台 上面的阳台会超超级的大 那个真的是 厨房呢 是稍微的有点小 可是以这个size的话 已经算是不错了 让他们去敲敲打打吧 现在我就去下一个地方了 好了今天的这间房子 我就介绍到这里 到时候装修完了 再拍摄给你们看 应该是两个月后吧 记得帮我点赞 关注 Subscribe Like Thank you Bye